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 各位沙咪尼 各位居士 还没用完慢慢用 我们简单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那么用五哉 那么你这个汤 它原有的放法是在右边 然后饭在左边 这个时候你就先伸手去左边 把饭跨过那个盘子放在右边 然后把汤 再来这汤跨过盘子放在左边 然后盘子拉回来 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的海青就不会去沾到什么东西 你如果先把盘子拉回来 它会容易沾到 所以这些动作其实都可以理解的 它这样安排 那这个时候汤在左边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放长 右手是右撇子 大部分 不可能全部 那你如果汤在右边 那你那个右手去伸去夹菜的时候 很容易去卡到汤 乃至于穿海青很容易沾到汤 所以说汤必须放在左边 大部分是右撇子 那因为它在右边 所以它倒回去 它原有的放法就放在 因为它在左边 所以它原有的放法就放在右边 交叉拿进来 交叉拿进来 是我们当时借场的交是这样 当然可能别的地方交法不同 不过你就是记一下 我们这里是这样做的 那接着就是如果你吃完了饭 吃完了饭 那怎么办呢 因为你的汤是在你的左边 那如果要补汤 那你就把汤往前挪 如果要补饭 饭放正中央 如果只是要水 那么水因为原有饭的那个位置的话 你就放在右边 就是你的右边 原有那个饭的位置 哪一种盘子都一样 哪一个碗都一样 那你摆一个碗 在盘子的右边 就是如果行堂者去看的话 是变成在左边 我说吃饭的人 他在右边 那那个就是要水 是这样 大体上是这样的 那我们那个行堂当中 我们有画那个图 大家再看一下 看我没有讲错 如果是没有 有错的话就按照那个图上面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行堂呢 从进来 就得要没有声音 从用餐 甚至于那个铁碗 如果用那个筷子这样 这样 这样敲出声音来 或者是刮刮刮 一直刮出声音来 这样子不要说佛门当中不庄严 这样子不要说佛门当中不庄严 军队就都不行 我们那个以前当这个所谓的预备兵 然后呢去受训的时候 有时候确实 那个时候都是二十多岁上下的男子 那个饭量都很大 那一个早上操练完了 稍微休息一下 大概五分钟集合一下 就要进 那个时候叫做进餐厅 我们讲灾堂 那么呢 大家的鸡肠碌碌 那军官都要求怎样呢 做好 做好的时候是什么样 我们做的是圆凳子 那圆凳子呢 只能做三分之一 再来 拉凳子的时候呢 也不能有声音 你看那军队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做的 那只要也有声音 那很简单啊 他也不会虐待你 他就叫你站在椅子上 站在椅子上 看着别人吃 那整个脸上的人都看到 好多桌 好多个人站在那里 那么你站在椅子上 你不能吃嘛 当然他不会太久 但是呢 有时候加菜那里就惨了 因为一加菜的话 大概一张桌子上面就一只鸡 那么你站在那里 你没得吃嘛 你的弟兄呢 操练的时候是弟兄 吃饭的时候可不是弟兄 是个人吃饭个人饱 那么一只鸡只有两只腿 很快就被拔掉了 那么你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吃 我说吃荤的人 像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们就看到军队他在干嘛 军队他就是要作战 作战就是讲求纪律 我们在干嘛 我们也在作战呢 我们是跟无名作战 习气作战 那我们也是集体作战 所以也要讲求纪律啊 也要讲求专注啊 一致啊 所以世俗的军队都这样 无非就是面对敌人 我们更是要面对无死截来的敌人 所以不能放异的 平常呢 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个道场 平常我做 我做助持师傅的 我都要求成这样 当然这样 丛林里可以 人多嘛 人多 你自然有一些空间可以闪躲 人少 我们当然不可能这样要求 但是法会当中 军队这样讲啊 该拿出来就得拿出来 法会就是大家用功的时候 我们这个不是 不是闹着玩的 反正居士喜欢打佛妻啦 来啦来啦 这大家稀哗哗哗的 不是这样子的 刚开始制度 我们不好说一下子拉上来 建立起来 但渐渐的我们已经这样建立了 大家就要清楚 以别的地方我们不敢说 我们也尊重 那万佛四五 我们是希望大家佛妻 就是真正在训练 真正要得利益 那么大家一起来打佛妻 就是要有纪律 我们不敢说这样多好 但是呢 这是必要的 的形式 因此 我继续说啦 军队当中 鸡长鹿鹿 他们没有所谓的念共 这种概念 但是呢 他们也一样喔 坐下来的时候呢 就停 干什么 他检查开始 谁坐三分之二 谁坐二分之一 不行 他就直接把你椅子踢掉 让你摔地上 就不就是这样 那大家坐三分之一 坐挺 如果不坐挺 他就不开动 就是这样 一开始坐下去的时候 他说轻哩哩哩哩哩哩 你惨了 你这些轻哩哩哩的 我刚刚讲 好的就叫站在椅子上了 不行的到外面去操练去 去坐伏地挺身 要不就站在旁边 他不是虐待你啊 他的军纪你没照要求嘛 然后坐挺了之后呢 有时候长官还故意训那么一段话 巴拉巴拉的训话 该骂谁就骂谁 今天操练哪里不好 他就巴拉巴拉的讲 这样 那长官桌可能已经在用了 那个圆桌已经在用了 但是呢 这个训练阿兵哥呢 就得 心里再不爽 你也得坐在那里 吃挺挺的 好那讲了讲了 他要久了之后 一定有人咕下去了 驼背下去了 那个执行官都很清楚的 马上就骂 哪里哪里啊 这是谁啊 你几号啊 他就骂 最近我 我今年都快六十岁了 但是呢 当年的景象 现在都历历在目 我没有说这个多了不起 但是呢 这拿来佛门来比拟的话 那还真是 那还真是不得不这样 人类还是真的懂得发展 发展出这个方法来啊 那即便他不懂得修行 他也懂得说 这个纪律跟规矩 他是在训练人的心性 所以我曾经公开讲 我说啊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军人 不要逢迎拍马 这样子一个正常受训的军人 他是最接近出家的 他要是能够来出家的非常好 非常好 我是职业军人 当然有的职业军人 有时候也会比较疲一点 这当然没话讲 不过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个很多女 台湾的大部分 基本女众是没当过兵的 你们不知道 所以我刚刚呢 很紧张的跟你们讲说 这不要出声音了 这可能你觉得说 这事情很严重啊 有什么这么严重啊 那你知道我们有这种经验 你就知道 这本来就是严重的 这是在看纪律 我们当然不可能 一个道场啊 他终究不是军队 就是常住的这些人 大家共住一二十年了 那么久 我们不可能老板的脸孔 要求这样 但是呢 我说过 现在大家在 就是来这里共修 你们比丘尼呢 有的离开茅棚 要来这里好好精进一下 那就得把心收回来 收回来 那真正要用功 我们不是要不要彼此辜负 我忙归忙啊 这件事情我是清楚的 要不我们就不要办 要办我们就得要 把它当一回事 这就连续的讲说 我们佛妻第一天 就要下定决心 弄清楚佛妻是我们自己来的 不是人家逼我们来的 更不是这里的常住失误 谁要你 骗你来 要你来的 没有 这是大家自己要来 那就不要辜负彼此 规矩要守住 你偷讲两句话 你觉得你赚到 一点都没有 你在伤害别人 同时又损自己 你没有好处 你也没赚到 那你今天你在那边私下讲话 要是有 谁也跟他私下讲话 那两行物一气嘛 你就不听 不听道场的规矩嘛 那这样子你 你 道德就有亏 戒律就有亏了 你说你修行 你能怎么样得利益 那明明你是想要来得利益的 你却拿石头扎自己的脚 那何苦咧 这些一定要记得 那乃至于在工作的当中的工作人员 也要注意 当然不要说崩的脸孔 但也不至于要嘻嘻哈哈喧哗 这也不应该 大家在用功 你虽然是工作 有话语的必要 可是喧哗就不需要了 但是偶尔轻松一下 因为工作很累 偶尔轻松讲两句轻松的话 可以 那微微的笑 不要高声大笑 这样子功德也受损 这样 那这样这个道场才 时候到了 他就该把该有的样子拿出来 我们人生呢 大部分是懈怠 但也没办法 凡夫就是这样 也没办法平常就这么要求 但是呢 现在该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得拿出来 这不是装模作样 这是让我们呢 伸手互转一下 熟悉的是懈怠 不熟悉的是 深疏的是 是精进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 佛妻时间 大家一起来伸手 互转一下 那么 有败有保贼 有败有保贼 有败有凶器 有做就有作用 那一次佛妻 两次佛妻 我们渐渐的把它 形成一个习惯 那一年就三个月的 三个礼拜的佛妻 两个礼拜的法华妻 大家都能够有这种心态 就不辜负大寮的人来煮菜 辛苦啊 想菜 菜色啊 然后行堂的人呢 晚吃 工作累 那大家呢 请假呀 急假呀 集合来到这里 彼此不辜负 那就是报佛恩 这一年呢 要跟大家讲 跟大家讲是这样 再说一遍 这个规矩呢 是很重要的 那规矩没有多少 就是不讲话 那么你呢 自己一天念佛一万声 你要做到 你做不到 难不成我要去罚你吗 有必要这样 大家都大人了 但是我这样讲的 一定是你做得到的 不像我施工说 要求一千拜 结果大家都拜到两千三千去的 那个没有必 我没有能力要求诸位这样 当然还是有必要 但我没有那个能力要求诸位这样 可是一万声应该 应该你那张嘴巴能吃饭就能念佛 是不是啊 不至于说 腰酸背痛 什么年老 没体力 这些都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一万声 一万声 那么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 那么 我再讲一遍 在疗房当中不讲话 随时走着 最好你都要戴着口罩 除非周边没有人 你都要拿下来 要有工作上面的曲语 讲话等等 这些 你就要戴上口罩 进殿要口罩 好 再来上殿 是共修 出殿下殿也是共修 它是叫做什么呢 它叫立缘对境修 法华三妹灿当中有讲到 这都是修止观随时要用 也就是在止观堂中 是什么呢 是专注而修 离了止观堂 而出来了 是立缘对境 立缘对境照样要修 那怎么立缘对境啊 就是一句佛号 看着看着 没事 你没事你就是佛号 挂在嘴里 来到这里了 外边的事情是隔绝的 那么就 我们是要工作 还在应付好多事情 当然要看看手机 诸位尽量的不要再去动它 然后呢 专注用功 你才会感受到这种清安法喜 要记得 末法时代 特别在这个时候 这个资讯时代 已经很多道场不办这种佛妻了 以前每到这个年底 报完佛妻此己彼弱的 现在呢 老人凋零 年轻人不来念佛 听起来也是很危险 但是诸位还好 年纪都不是很大 那要继续的赶快来念佛 最好也让你的家人 也能够来 要多鼓励他们来 这个是顺便讲 诸位一定要记得 第一天你就要下决心 你第一天你没有下决心 你二三四五天 你这个功劳功德没那么大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下决心 越早下决心你越好做 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两天三天 不把它当一个诡犯化的要求 三天过后他就无法诡犯化了 这是人性之常 这也是有心理研究的基础 所以到一个新环境做一些新动作 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 这对你对道场 自立利他有绝对的好处 所以我再说一遍 要赶快发这个心 决定自己守规矩 那再来就是当然我今天早上有讲 因为有人又到了才刚到了 所以我怕没听清楚 这有必要再跟大家讲 也就是说要自我管理 那每天自主到事务处去登记体温 自主登记 不要人家去找你 登记体温 那再来呢 就是说这个进疗房 就得要戴口罩 无论你咳嗽不咳嗽 任何其他的人都要有责任 告诉那么一戴口罩 他要戴口罩 因为在疗房当中是密闭空间 我们不要说什么武汉肺炎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就谈说感冒好了 我们也不希望这里搞了一大堆人感冒 弄了我们常住也很危险 你们走了留了大堆细菌 在各处也不好 所以说呢 务必戴上口罩 那有那个小咳嗽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 你更是要随时戴着口罩 这点 如果你口罩不足 没关系 常住这里有 会供应你 但是你节省的用了 我们这里呢 也有那种口罩戴 口罩戴就是布袋 布袋当然有人说拿去洗 这样可以节省一点 愿意也可以 我们可以拿出来行糖 这个是这样 万一你真的是在感冒了 你感觉身体不舒服了 你不要压着 我们也不会让你 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赶你走 不是不会这样 但是你赶快去跟常住讲 你赶快去看病 必要的话我们进行 必要的隔离 起码把床位挪开一点 远一点 不然晚上睡觉 有时候就不清楚了 起码可以这样做 那再来你要去看医生 由医生看怎么说 医生基本上 西医中医大家都有共同的概念 如果觉得你有这种肺炎 这种特殊的这种新冠肺炎出现的迹象 大部分他会通报 你就不用隐藏 那我们看要怎么办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通报 大概万佛寺所有人都要隔离了 那也只能接受不然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个风险很大 但是无论如何 只要你生病了 你务必要去检查 要去检查 不要压 旁边的人也要提醒 被提醒的人也不要生气 道人 这是道人应有的责任 要记得 那再来就是说 当然 这个有人会问说 那奇怪了 这个卫生单位为什么不公布 公布那个所谓的感染区域 或公布谁这种感染 只是用代号 几号几号 很简单 就是因为不让你难堪 你才敢通报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而已 所以呢 你来通报 你来说我怎样 我们事务处我会为你保密 当然我们挺好说他去看病 或怎样 真正要隔离了 当然只能告诉你们 这个应该是不至于发生 就是说让你们事先知道一下 因此你请假 我们也不会去说你怎样 我们要帮你 在还没有确定要什么动作之前 我们也不会让周边的人去随便猜疑 我们也不会让名字让人知道 这是理由是这样 那目前台湾的话 这是有法律保护的 这个疾病管制署 他有公开的说 像上次前几天 高雄还哪里 说什么有本土的 这个我不晓得是高雄还哪里 他说怎么他应该自主管理 就跑去哪个面店聚餐 这事情被爆出来 新闻报的时候他就把名字 地点 店名都遮起来 他懂 结果有人还是好事 因为总就有相片 那你遮名字 那我还是 现在的AI很厉害 他就有线的相片 他去肉搜 去网路搜 就是要搜出那间店的店名 那那个什么呢 那个卫生署 疾病管制署马上就出来讲话 谁要是公告出来的话 就触犯法律 马上就罚钱 那一般人不太懂 为什么这样 那公告不是比较好吗 将来大家就不要去那间面店 是啦你是这样想 但是这样就造成寒蝉效应 今后所有的店 他就不敢 不敢主动通报了 所以这一招呢 一般人不太懂 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会比照这个概念 总而言之 这些我用了一些语言 跟大家讲了 从过堂用灾的意义 做一个比喻 我讲了很多 但这些讲的不太一样 然后到这个什么呢 到这个大家的健康维护 到规矩的守护 这些都在第一天当中 就要深深的建立起来 要一开始就要建立 好 那那个我看还有一个碗 还放得很下面 怎么没有排上去 南众这一边 对对 这情况是怎样 要 啊 没用完啊 那个 这个节哉的时候 摆的方式也要摆对 你没用完 照说那个行堂 就要去把它收走 不能突一个在那里 他应该在这节哉的时候 就应该空空的 节哉放回原位 是 还有就是说 在行堂的时候 我可能要讲一下 这个师父们的波 不等同放碗 他应该放在那个菜盘的后端 也就是靠近人的地方 因为他念供的时候 他才波在眼前念供 是这样 那念供的时候呢 他的汤匙是向外 向外 节哉的时候 汤匙向内 是这样 所以摆盘的时候 因为内侍只有讲摆一般碗盘 没有讲到摆拨 摆拨的话就是 把那个碗的那个位置 当作用拨 但是摆在正中央 就菜盘 菜盘在前面 拨在后面 就像我这样摆 这样 像我这样摆 那汤匙呢 汤匙是横的摆 横的摆 等到坐下来的时候 师父们就主动的 表示我要用餐了 这个时候 波池向外 波池向外 供养 为什么波池向外呢 为什么波池向外呢 这个也不用死记 这都有道理 诸佛菩萨来应供 他是不是站在你面前 他不会站在你的同一位置 他站在你面前 请问他怎么用筷子 他怎么用汤匙 当然是汤匙向外 就这个意思 你都用完了 用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说 因为我自己在用 所以向内 我用完了 用完了我就向内结在 其实都不用死记 就是他道理 古德在安排的时候 你看起来像随缘安排 其实他是有道理 那么就这样子了 以后摆盘的居士 就问清楚一点 不清楚的在事物跟他讲一下 是这样子摆的 菜盘是在前面 汤匙一样在左边 汤匙一样在右边 那放碗就是波就不放左了 不放右了 就放正中央 因为这样你念供才可以 当然你说我坐下 我可以把波放在正中央 再来念供 基本上一摆就摆位置了 你坐下还是还不动 这些什么筷子 什么都不动 他就这样念 念完了 有时候你失误还是要退 那你就是菜盘子去退 或者波推出去退 也OK 这样好不好 是这样 因为要念波范 是这样 有的戒场还会把波拿起来 这样子念波范 那就不必了 因为那概念上是怎样 概念上是 他把波举起来 让人家行糖放菜用 这样看起来有时候滴滴答答的 也不可能 我们也不可能再拿着波 再来行糖 再来放食物 所以就不必这样做 以上 就这样子 请大家意念 好好的 那明天呢 明天跟大家解释一下 明天因为提早武功 因为明天是朝天宫他圆满日 那因为我有在那边 基本上呢 多一个支持 支持 支持的话他们也客气 要我投为两天去 投为两天去 去佛前简单 碾个香上个供这样 人家客气嘛 我们就随顺人家的意思 那并不是说什么明天总统会去怎么样 我要跟着去 我告诉你 那种场合 也不可能去跟总统讲到话的 那也不可能去跟他谈宗教基本法的 所以我不是为了那个理由的 是因为投为两天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明天的上午 明天上午我就不开市 刚好这个空膛的时间 我们做武功 武功也会到土地宫那里 那人多 刚刚逝者来问我 要不要过去 我说没关系都过去 因为人多 我们有提早时间了 时间够 为什么呢 难得大家去我们那个土地宫那里 去跟土地宫念 念个箭矢 截个圆 也很好 土地宫一般人 土地宫一般人都求财的嘛 那么就跟土地宫结个圆也很好 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是明天的比较特别 这是这一次新冠肺炎 所以时间被调动了 我们才这样 那基本上我们今后尽量的 我会记得说把它跳开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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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是没办法了 跳开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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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十五 因为我们这个弥陀佛的圣诞 是以莲慈大师的生日做代表 那么他是在十一月十七号 农历十一月十七生日 那古人嘛 就是要这样子来对应一下子 是有名颜兽 那不是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是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和往生日 往生日 不是 是生日 是生日 生日 我记得是有名颜兽 应该是有名颜兽 因为有名颜兽人家说 他弥陀再来 善导大师也是 但我不知道 我记得是有名颜兽的样子 再查一下 总而言之 这个都是以我们中国的古德 的生日来模拟的 因为佛弥陀佛 久远成佛 你也不是说他哪个时候有生日 何况他无量寿 无量寿 目前是无量寿 还在极乐世界 好 那么这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意涵 所以说 汉传佛教就会 十一月的十七日 彌陀圣诞这样来看 但我们会在接近十五 一般我们会跳开十五 含有十七 这样子 一般都会用这种方法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 所以才会卡到 那没关系 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况 让大家动一动也好 好 以上就这样了 我们会接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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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